這幾天美國一個大新聞我們就來看一下他講了一艘潛水艇跑去看那個鐵達尼號乘船的地方 結果這一艘潛水艇現在不見了 隨著鐵達尼號一起 不知道我們現在別說那麼早 但是大家其實不太樂觀 所以裡面有蠻多的字值得學 例如說潛水艇這個字你會以為他用的是submarine 打一下下submarine 這個字其實很酷 為什麼因為marine後面那個字就是海洋類的 海洋生物marine animal 海棲陸戰隊兩棲陸戰隊 海陸的我們就叫他也是marine這樣子 那submarine就是海下面 所以潛水艇 可是他不叫submarine 他叫什麼東西呢 他們叫他submersible OK submersible 那什麼是submersible 它來自於submerge這個字 merge這個字是合在一起 所以像我們講說merge and acquisition 我們翻譯成叫做並購 合併與購買並購對不對 企業的 那merge again是合在一起 所以當你開上高速公路你需要融進那個車流 所以you need to merge into traffic as you enter the highway after you get on the ramp這樣子 所以merge合在一起 那一個字叫submerge是什麼東西呢 難道跟合在一起有關係嗎 還有一個emerge 所以emerge是起來 OK 是浮出來 比如說浮上水面 emerge emergence是發生 emergency變成意外事件 這樣子 那submerge就是沉進去 所以submersible跟submerge這個字還蠻有一點相像的 這樣子 所以它不是我們傳統的潛水艇 它就是一個小小的裡面只能載5個人 然後他們就沉下去 所以他們就叫它submersible 而不是我們所熟悉的潛水艇 可是我們中文缺少這樣的翻譯 所以我們還是叫它潛水艇大概是OK 它總之不太像一個艦艇 It's a submersible 讀下第一段 據點結束 第一句講完 所以第一句我們得到的訊息就是 他們其實在 他們找的方向是他們聽到了聲音 就聽到那裡有噪音聲 所以他們往那個方向找 它已經不見了總之是 所以隨著當這個專家們experts examine去審視一下這個 Underwater recordings of noises 所以這個水底下的錄音 噪音的這個錄音 Recordings of noises 在這個北大西洋 In the North Atlantic Ocean 所以太平洋就是Pacific Ocean 大西洋叫做Atlantic Ocean 亞特蘭大洋 你這樣子翻譯也是可以的 我們翻譯成大西洋 所以上面5個人 所以在那個地方 Wear a submersible with 5 people aboard 所以這是我們講的 大概是今天的一個很重要的點 剛剛的這個其實也不是不重要 但是aboard這個字 我們台灣的同學 常常把它跟abroad搞混 教大家一個好記的方式 船有甲板 板的那個字就是board 沒問題吧 黑板叫blackboard 對不對 白板叫whiteboard 那board就是板子 所以你在船上 你就是在甲板上 所以是aboard 所以aboard就是處於交通載具上 交通載具上 所以車也好 飛機也好 船也好 通通可以叫做aboard 你去搭任何航空公司 他的那個announcement 大概都會是 Welcome aboard China airline Welcome aboard EVA airline 所以Welcome aboard 歡迎搭乘 歡迎在這個交通載具上 而abroad呢 是寬廣 海外的世界很寬廣 所以人在海外叫做abroad Living abroad 那或許我會覺得 或許我的誤解是同學搞不清楚這兩個 或許同學是搞懂 可是同學的發音是不好的 因為我常常聽到學生發音不好 尤其以前在我的託服課的時候 我又要他們練習口說 所以要一對一對練習口說 我就會偷聽他們的 因為我是老師 我就站在那邊聽 一組一組的聽他們的對話 我就會聽到 你為什麼他們都會問一些 你為什麼來讀這個課 托福課 上托福課幹什麼 我需要去海外讀書 所以說 Why did you come to this crime school to study TOEFL to study abroad 然後講成abroad 所以他的abroad跟abroad 同學們是念得很不清楚的 我一直聽成abroad 不對 abroad broad 或許我講個 I don't know 一個發音的小訣竅 你會唸 胸罩這個詞吧 不是壞運氣那個胸罩 就女生穿的那個 大概發音是一樣的 就女生穿的那個東西叫做 bra甲對不對 bra bra 你把bra加一個d在後面 broad 就對了 再加一個呃在前面 abroad 搞定 OK 就是啊的音 abroad 那board broad就不要講了 無聊叫board 同一個發音 abroad so aboard abroad 應該是很清楚的 所以就不是study aboard study abroad 一樣把bra甲唸出來 abroad 希望有清楚一點 好anyway 所以他們有五個人在這個交通載具上 所以再看這邊 where a submersible with five people aboard went missing Sunday 不見了這樣子 好那這個他們的這個氧氣啊 大概正在下降中 所以他的確有這個Emergency的Oxygen supply 所以Oxygen supply 就是氧氣的提供 so with oxygen supplies on the board 不是 on board likely dwindling 所以dwindle這個字就是慢慢 像一個那個蠟燭快燒完了 他就在dwindle這樣子 所以這個字蠻酷的 所以他的Oxygen supply 正在dwindle time has become the biggest concern for rescuers yes 所以時間變成最大的concern了這樣子 那五個人是誰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the vessel 所以vessel這個字就是載艦 就是艦艇之類的 again 他不見得是講的船 飛機我也看過用vessel這個字來說 所以ok的 所以這個vessel 再來是say the vessel was carrying a pilot three wealthy adventurers and the submersible company's CEO 所以我覺得這人很有種 他上了他自己公司的船 也應該的嘛 對不對 老闆自己下去了 所以老闆自己如果跟著船成了 那也沒什麼好說的 只是很不幸的是帶走了三個有錢的冒險家 我真的覺得 可能有錢人真的人生沒什麼要挑戰的 他們去挑戰這種 在我們一般人看來或觀點中會覺得蠻 蠻不理性的事情 你明明人生很值得珍惜 可是你卻願意 不知道如果超有錢 然後世界上已經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挑戰我 例如可能我北極也已經去過不想去了 跟北極熊都交成朋友了 然後反正任何危險事我都做過了 欸有沒有什麼更危險的 有 我們去看看鐵達尼號 可能眼睛一亮 I wanna go Right 所以三個 拍了剛剛是那個機師 三個 Wealthy Adventurers 有錢的冒險家 他就這麼說 那名字可能不能講 以及這個submersible company的CEO 就執行長這樣子 OK When it vanished Sunday Sunday morning About an hour and 45 minutes into its track 12,500 feet deep Yes Vanish就消失掉不見了 所以禮拜天早上不見 那大概是一小時又45分鐘之後不見的 所以在他的 所以 an hour and 45 minutes into its track 所以注意我不是唸成track track track 軌道或之類的意思 track T-R-E-K 然後有一個很有名的劇集 叫星際冥航季 迷航季 就叫Star Trek 他們就不斷地在宇宙中飛來飛去 搭著一艘船叫做企業好 好像叫做Enterprise 所以track這個字就是有航程的意思 OK 不是迷航 航程 迷航的是Star Trek 他們 他們也是迷航的 所以他們 一小時45分鐘 into its track 大概看完一部電影而已 應該沒有看電影了 想要搭飛機看個電影 所以要是 我們來看鐵達尼號傳下去 有沒有這個飛機上的那種影音服務來看個電影 然後外面的雨你都沒在看電影 看電影不可能 我開玩笑 OK 所以他們確認那個地方 Where the wreckage of the Titanic rests 所以在那個地方 Titanic存在那裡 所以wreckage這個字就是 它的那個 發生船難後的殘骸 叫做wreckage 不見得船難 也可以是任何其他的車子或什麼之類的 都可以叫wreckage 所以 船難就叫shipwreck OK shipwreck 通常那個飛機不會叫plane wreck plane crash 然後飛機如果是發生意外的話 通常就是宅下來 那它一定會啪這樣子 所以 而船呢 既然撞到東西 它可能也是慢慢沉下去 所以或許它就不叫ship crash 它叫shipwreck 總之知道就好了 Alright 所以它的wreckage就在那邊這樣子 然後它的96小時長的這個 緊急的這個氧氣設備 可能就快要沒有了 So the sub's96-hour emergency air supply could run out soon Setting up Thursday morning as an important search target 所以 禮拜四早上就是很重要的這個搜尋的一個目標了 那我現在看這個報導是7小時前的 我不知道今天有沒有辦法把它趕在今天7點來得及上 所以說明天你看到我這個節目出來 他們已經沒找到 大概就估計會沒有了 當然我們還是抱持希望 好 好 那 大概講到這也可以的 我想 那下面講 其實還蠻多東西 就講了一大堆 你看它這個圖 Right 所以Titanic在哪裡啊 他們往下啊 什麼幹嘛之類的 Yeah 哇 真的很有種啊 我必須要說 They've got guts to give it a try 然後他比較了一下他們多深 這邊有這個世界上最高的塔 2700多ft 它的長度也 高度也不過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他們升下去的高度已經是好幾座這個塔了 然後這個是美國帝國大廈 Empire State Building 也不過這樣子而已 So They are really deep into the ocean Their survival rate I don't know I really don't know Cause I'm not a science guy So Wish them the best luck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